一间干净清爽的办公室 除了基本桌椅 也有冷气、投影机等器材 这是水里一间在地清创公司 要鼓励想在家乡创业 或者是需要办公空间的 有职青年来免费使用 这间是免费提供 那这边有投影设备 有会议室 然后还有一些咨询辅导的一些资源 甚至我们会有一些创客的空间 如果说你有一些东西想要做 想要设计 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材料器具 给你做使用 那另外我们也会办蛮多的赔利的课程 不管你是在经营上、行销上 或者是在整个创意发展上 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课程辅导您 那自从他们进驻到我们水里公用市场之后 我们的市场也跟着动起来 那不论是整顿我们市场内部的环境 还是说一些设备的一个设置 那我想在明年度我们会再编列一些预算 来给不论是青年或是乡民 一起来作为学习交流一个基地 青创公司将透过甄选 选出想留在家乡创业的乡亲 或者是年轻人来进驻 已经返乡创业六年的水里乡民董宇安 相当存在这样的免费资源提供 我特别觉得在水里乡可以有那么棒的空间 重点是你可以来这边免费 你可以来这边免费有个办公的地方 重点是这边的设备 其实不输给都市的外面的办公空间的设备 其实这边设备也很好 有饮水机还有冷气还有网路 重点隔壁还可以咨询 想到我也想要去咨询 我就要去透过线上去问老师 而且还要付钱的 我觉得重点像给一个很棒的功能 是你也说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隔壁咨询 而且都是免费无价 有兴趣想要参加征选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乡亲民众 可以来到水里乡公有市场三楼办公室询问 记者蔡世奇水里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